枸杞这个名称建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世金,名代药物学家李时珍云,枸杞,二庶名,此物鸡如狗之刺,金如起之条,顾坚明知,枸杞现在已经不仅是养生界的红人了,现在很多年轻人,也是喜欢每天泡一杯枸杞茶,因为枸杞吃起来不仅好吃,而且还有很多的养生功效,然而我们在泡枸杞的时候,就是简单的泡水的这个步骤,很多人都会做错,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枸杞泡水不是简单扔几颗枸杞到开水里就好 一,用来泡枸杞的水,水温最好在60摄氏度左右,因为这样不仅仅可能的保留枸杞中的营养物质,同时也不容易伤害我们身体中的消化道,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人吃东西的时候,不注意对于食道的保护,其实刺弱的食道,是经常会受到伤害的,尤其是吃一些过烫的食物,是导致食道受损的最主要原因 二,泡枸杞的杯子也有讲究,要用健康环保的陶瓷杯,保温杯等,另外,还可以加入菊花,金银花,红枣等一起泡,风味和效果更佳,因此,枸杞如何泡也是很多人容易存在的误区,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,使用枸杞的时候,要注意选择合适的量,这样才能够发挥枸杞的作用,对我们人体也是有好处的。 感谢观看